今天我們很高興可以邀請到廖碩老師 碩老師從台中原道而來 我當初在網路上面看到OneNote的教訓平台 其實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其實我也上去瀏覽了一下碩老師的相關資料 我想說怎麼可以在教學上面 把這個東西做得這麼的豐富 然後其實在教學上面 其實也增加了很多的一個互動性 那不會指向我們平常教學平台 只把資料丟上去 只把教材丟上去 那剛剛也跟老師談了一下 那這個平台它確實還可以協助 就是說同學在我們在小組討論 或是團體討論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問題可以通過立即 所有人的問題都可以在Word上面做一些書寫 然後他甚至可以用匿名的方式 其實也可以讓老師及時知道 因為哪一些問題比較不懂不敢提問的同學 也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可以解決 可以讓老師了解到說 孩子確實有什麼樣的需求 需要我們去協助這樣 那當然不只這個部分 只是說它裡面也有這樣子的功能 我覺得這對我們現在的孩子 我學到孩子在學習過程當中 我覺得是一個很有幫忙的這樣 我知道大家現在都看到我的影像 所以因為我在這個攝影棚 可以亂錄一下有沒有 可以看得到說 其實就這樣的簡易的設備 它就是可以做 某科師分教學的一個影片錄製 這樣好 所以老師一直告訴我說沒有那麼難 然後我說我是外行 所以我看到這個都覺得有點困難 那所以老師非常非常 老師經驗非常非常豐富 那我相信也希望說 能夠邀請老師遠道而來 也希望給各位老師有更多 更不同的一個教學的一些策略 或一些工具 那可以在接下來在教學上面 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多元 跟更多的一些發展 那也希望可以通過這樣的過程當中 也讓老師在教學的過程當中 能夠更順利 我們同學在學習上面 也有更好的成效 那接下來就把這種寶貴的時間 再交給我們那個大老師 那也也 謝謝大家的窗口要換一下廖老師 好謝謝大家 謝謝 用這樣開場比較好玩嘛 比較不一樣 老師也要當有學習的樂趣啊對不對 這樣比較有意思 那這個是我最近比較常在講的 叫虛擬攝影本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我們這樣子 現場的跟這個這樣有沒有很難 沒有 而且要不要花錢 沒有我只有花這個錢 還有拍攝影機 攝影機很多你們都有啦 Notebook上面也有一個啊 對不對 當然你買好一點的還是有差啦 我前面你現在錄的這個是有廣角的 那有立體聲 所以我們即使三個人進來 都不會覺得太急這樣 那你如果是一般的 他可能就是那個人就要稍微站後退一點 對不對 因為沒有廣角嘛 第二個就是沒有立體聲 所以就插在這邊 ok 那我就這一段先到這裡